白灰粉撒在葉子俐落卷起包進檳榔 在台灣攪檳榔的人就多達280萬人 讓口腔癌多年來位居男性十大癌症發生率 以及死亡率為第四名 而根據衛福部統計 每年有8000人罹患口腔癌 其中有3000人因口腔癌而死 通常耗發在中壯年的男性居多 尤其是有抽菸喝酒吃檳榔習慣的人 更是致癌的危險因子 罹患口腔癌的話 其實口腔癌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它一直受刺激 然後導致它受傷 然後可能你細胞在修復過程之中 有一些異常 然後導致癌症 除了要避免咽酒檳榔 如果民眾有不合的假牙 也應該要盡早替換 覺得你假牙不合 然後會一直造成你很容易受傷的話 然後那個受傷又一直不太會好的話 這也需要去進行就醫 就怕口腔內長期有傷口摩擦 醫師也提醒如果出現以下症狀時 就必須要盡早就醫檢查 才能及早發現癌前病病 如果你口內有潰癌超過兩週 或癒合 或者是你拔牙傷口一直都不會好 如果你口內有突起物有硬塊 有一些會伴隨著疼痛感麻木感的 這些都需要去檢查 那如果你口腔癌一直都不去做治療 會發生怎樣的事呢 癌症細胞會侵犯你的骨頭牙齦皮膚 甚至重要器官 可能會造成你毀容 或者是生命安全的危險 醫師提醒30歲以上有吃檳榔抽菸的人 最好每兩年定勤檢查 及早發現治療才能預防口腔癌的發生 但最重要的還是要養成良好的飲食生活習慣 才能避免癌症早上升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